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你放弃过一个很爱的人吗 放弃一个喜欢很久的人是什么感觉 放弃一个喜欢的人就好像 你一把火烧了家里的房子 你看着那些残骸和土灰 你知道那是你的家 但是已经回不去了 这是前期日子我在网上看到的一条评论 说实话看到这条评论的时候 我似乎隔着屏幕 都能够感受到那个人的悲伤和绝望 放弃一个喜欢很久的人 大概是这个世界上很少有的绝望 你万般无奈却又不得不放 你自以为能够掌控自己的人生 却无法改变他不爱你的事实 实际上你根本不想放手 你还想陪到他很久很久 可是你又怕有一天 你变成了他讨厌的人 于是你只能强迫自己 离开了 我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大学毕业那年 几乎所有的同学 都是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 北方人回到北方 南方人回到南方 只有杨小猫 一个东北人 冰着箱子 头也不回地就去了广州 当我再次见到杨小猫的时候 已经是毕业两年之后的事情 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 知道他为何 当初一定要去不到广州 他喜欢了几年的人 却无果而终 他想换一个远离他的地方 开始此其其人地崭新生活 而深究爱情 每一段感情都很难做到 完全的好聚好散 各奔东西 总有一方 是那个被放弃的 是那个站在原地 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 就要被迫 开始没有他 没有身边那个最爱的人 一种新的生活 而所谓新生活 说白了 就是别人赋予你的新生活 而不是你想要的新生活 你被赤裸裸的现实 不愿意 你不认为 这个质人 就在她身边 就在身边 出多少 这道具 你被保重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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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